除了要做好防疫之外 也要留意自身的健康状况 台北市南港区这一名60多岁的男子 连日出现了咳嗽发烧情形 12号凌晨由家属陪同就医 他的妻子跟女儿骑车在前方带路 他自己骑另外一辆车跟在后头 不料距离医院大约200公尺时 他突然身体不适直接倒地 送医急救人回天乏术 目前快筛还有PCR的检测出炉 都是隐形 画面中一名男子骑车骑到一半 突然连人带车直接倒下 事发现场重型机车好端端的停在路边 龙头上还挂着口罩 但不见主人因为倒下的机车车主 送医后宣告不治 他们家人觉得他怪怪 好像咳了好几天 觉得这样子不对 他赶快报 就是赶快来医院看 目击民众描述了心慌 因为北市这名约6岁的王姓男子 近日疯狂咳嗽 12号凌晨一点多 家属见他发烧身体虚弱 决定在前方带路 他和陪同亲女各骑一部机车 前往中校医院就医 亲女发现男子没有跟上 推头才发现他突然倒落路旁 报警求救 当时距离看诊的医院只有200公尺 警方到场后 知道男子有发烧的症状 仍立即施行CPR求救 但送医后宣告不治 快筛报告阴性 目前还在等待PCR结果 由于目前猝死的案例暴增 一时提醒6岁以上族群 要特别留意自身状况 突然到这个程度都是非常严重 需要紧急送医或是急救状态 6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 还是要特别担心 发现有一些呼吸喘 呼吸胸口闷 呼吸困难的情况 一定要赶快就医 疫情严峻 担心又是一个隐性缺氧个案 有症状就先就医 以免造成更大遗憾 接下来 邱玉庭 张熙辉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